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去怎麼樣來設定網路負載平衡 當然正規的網路負載平衡我寫非正規的意思 不是說正不正規 應該講的是說我要用什麼樣的方法 它是不是真正所謂的負載平衡叫平衡 但是這個有做到平衡 但是不是真正的平衡 它這種機率性的 看看有時候如果是100人 搞不好99個都連到100 一個連到101 有可能 這樣知道吧 但是至少有一個人已經分配出去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我們如果說你還不是很熟悉 怎麼樣去透過微軟的 本身的網路負載平衡的功能 或者還很急 馬上就要趕快處理了 你還要重開機一大堆對不對 這時候你可以先把DNS設還 讓它來完成 當然你設DNS之後也是會有一個問題 因為你設定它要全球有沒有 去做一個同步 基本上也是一個時間 但是如果是針對區域性的 像我們說如果針對只是台灣的話 你設定了當然可能很快的時間 大家在解析的時候也能夠解析得到 好 這邊我們透過DNS來做負載平衡 怎麼去處理 第一個我們來開啟我們的AD01 好 AD01我們開啟之後呢 我們來開啟我們的DNS 這台DNS管理員 把它開啟 好 DNS管理員你可以看到呢 你有兩台機器 兩台機器 一台是100 100是101 我們之前這台Win10是透過IP來做什麼 解析 直接透過IP來連線我們的IIS 對不對 100101 但是你要透過DNS的話呢 你一定要透過DNS DOMANET網運名稱 你就不可以透過IP IP就直接 我要直接連哪一台 但是因為網站的意思就是說 我要點錢直接給哪一點嘛 所以一定要透過網址的方式 好 那我們呢 網址我們要怎麼去設定 第一個我們可以新增一筆資料叫做主機 好 主機呢 原來 各位可以看一下 當我打12-2019-03 是不是會連到100這一台 12-2019-04 會連到101這一台 那我們現在呢 把它要輸入什麼 www.www.ww.www.com 連到哪邊 就連到192.168.88.100 好 因為我們沒有做板像 所以我們這些不用做 我們就按一下新增主機 好 是不是就成功了 好 我先關閉起來完成一下 好 所以呢 我們到這一台機器來看一下 文時之一 我現在在這一個IP的地方 我來改 打來說 www...dtm.com 我們連到Index這個檔案 對不對 因為不確定它到底有沒有改 沒關係 我們的這個檔案再來改一下 改成 正戰改過了222存檔 這裡重新 整體是不是變222 好 所以我們是不是透過網址的方式來連 連到這個index這個檔案 是不是呢 連到了新的檔案名稱 檔案的內容 好 那是不是透過dx來解析 好 這邊呢 你來看一下這台win詞之一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都知道我們的一個命令提示字元 對不對 我們先來一下 拼拼看 p ing 我們來拼一下 www.wdawu88.com.tw 它解析出來的IP是不是100 對不對 好 這沒有錯 然後呢 我們現在做什麼事情 我先讓它連到101 怎麼辦 這邊再加一筆資料 按右鍵 新增主機 一樣呢 名稱給它一樣什麼 跟這個名稱是一樣的 這樣 www 好 然後來選擇呢 這個輸入IP要位置是什麼 就是 192.168.88.101 好 我們按一下新增主機之後 來看一下 完成 這時候呢 這台DNS裡面是不是有兩筆資料 好 兩筆資料呢 我這台機器 問詞之一 是不是透過DNS幫我解析 它是不是要連筆資料回來 剛剛要到的是不是都是100 一開始要 因為裡面只有100資料而已啊 我現在再去 ping一下 是不是一樣是100 再 ping一下一樣還是100 對不對 怎麼 ping都是100 所以說呢 你這一個網頁怎麼抓都是100這個IP 那你什麼時候可以把它選擇 因為第二個人去抓不一定就100了 那我們怎麼去做一個驗證 我可以用什麼 我們把 如果不知道的就要是什麼 電腦重開機再重開機再重開機 一直重開機 那我們專業的齁 我們MIS在學習的時候 要來 IPCONFIG 斜線 DNSFLUSH 我們把DNS把它清空掉 好 我清空 擋錯了 FLSDNS 啊 FLSDNS 答錯了 FLUSH DNS 好 我現在呢 把 DNS清空掉 現在是清空了 好 我們再來去 ping一次 P 是不是一樣是100 因為我又去問了嘛 對不對 他還是給你100 沒關係 我們再來清空 對不對 我再來清空 好 再 ping一次 好 不行 再清空 知道吧 一直清空 知道吧 再去 ping 好 現在是不是變成101了 對不對 是不是變101 那101是什麼意思 因為101現在講的 PIN的POR是被關掉的 還記得吧 因為這台機器它內定的PIN 這個POR是被關掉的 所以呢 我們用正規的方法 把我們的PIN功能把它打開 PIN的POR打開 所以我到所 網域 網路牆裡面 進階設定 好 進階設定 進階設定裡面呢 我們有一個輸入原則 這個地方去找一下 這個地方去找一下 它方向來是叫做 印表機 其共用 裡面的 IPV4 ICMP V4的印 這個地方 我把它 啟用 打開來 好 我再去PIN裡面呢 再去我PIN一下 所以101就回應給我了 你只要開POR就可以了 你不要把整個防火槍關掉 那個是在測試的時候 再把它打開 好 現在是不是就回到101的 所以這時候呢 我在打這一串 網址的時候呢 有沒有 它連到的是 透過101去連 這樣知道嗎 懂的是嗎 因為呢 你這個網址 它現在解析到是透過101 從這邊是不是可以看得到 你PIN的地方看得到 對吧 因為你PIN在這個位置 它回應給你這個 這台機器回應給你 所以呢 你搜尋到的是 透過DNS給你的IP 給的是這一個 這一筆資料 而不是這一筆 所以呢 你這時候呢 使用者是不是就達到101 那這個樣子呢 也達到了一個什麼 我剛剛我提到的 非正規的部載領域 因為我只要把一些使用者連線 分散到另外一台就好 那當然這個不是一個正規 正規的做法 臨時的做法就可以 知道嗎 讓它偶爾 哪些要分過去就分過去 沒分了也沒辦法 就臨時的做法 好這是第一個步驟 好 這個呢 設定完之後 等一下我們來跟各位介紹 這個叫做微軟提供的網路負載平衡 好我們前面呢已經完成了 這是我們透過DNS的方式 來做一個非正規的一個網路負載平衡的一個設定 那接下來呢我們要來使用 Windows Server本身的角色功能 來安裝我們的網路負載平衡 那這個部分呢是微軟內建的 你只要去它的角色安裝裡面去新增這個功能就可以了 好那當然我們在做當中 之前我們首先先把我們原來的這個設定 有沒有記得先再把它給刪除掉 刪除掉意思是什麼 好我們前面呢 前面呢 在DNS裡面你可以看到DNS裡面 我是不是建了兩個這個Web對不對 那這兩個呢之後我們就不會再用 那因為我們的IP會有另外一個共用的IP 所以我們這兩個把它給刪掉 我們就先把它恢復到我們原來的狀態 好我把這兩個推波到位的這一筆 主機A的這一筆記錄 這兩筆記錄把它給刪除掉 好那等一下我們還是要透過 www.wda.w88.com來連線 所以這個地方你可以先留著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來處理 好那現在呢我們來 額外來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IS我們先把它按XX 這個管理員把它關閉起來 先把它關閉起來 好那我們現在呢 已經進入到我們的網域的 透過我們的管理者 管理者來登錄 就是網域的管理者來登錄 所以說呢你看這兩台機器 我們要安裝一個服務 是不是要兩台機器都打開 如果你今天只是在一台上面 你可以幫另外一台來安裝 我們來練習一下這個動作 剛好在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來做這樣一個練習 有時候你會看到呢 看一下這邊 我們先到第三台這台 按一下管理 新增角設計功能 好各位來看一下 這裡是不是只有一台機器而已 因為它只有一台機器 你只能幫自己安裝 因為這台機器是自己的名字 你沒有零四這台 但是你怎麼產生這個零四這台 因為你已經在網域了 所以你可以把零四加到這台來 你可以去管理它 所以你就不用在本 不用在這台機器上面去安裝 你知道嗎 你可以透過這台零三幫零四來安裝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怎麼處理 把這一個設定進來 我們先按下取消 好 這裡有一個管理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 新增伺服器還有建立伺服器群組 對不對 這裡有一個新增伺服器 我們點一下它 好 因為我們都在AD裡面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看到這裡有AD裡面 對不對 我們可以按一下立即尋找 立即尋找裡面是不是有 可以管理的電腦 對不對 那我們只要把哪一台 把Servor 04 把它加進來 其他呢 我們先不管理它的時候 我們就不用夾 你如果需要管理 你把它加進來 好 按一下確定 好 這時候呢 它只是把它的 關聯性加進來而已 所以說我用 WDA W88 這個冷缺的 可以去管理到 Servor 04 這台 那我們兩邊呢 一起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這一台先看一下管理 新增角色 下一步 下一步 是不是有兩台機器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Servor 04 201914 是這一台 按一下管理新增角色 裡面是不是只有一台而已 自己而已 你要去管理別人 就要在你的機器上面 去新增別人的機器進來 這樣懂嗎 那我們現在這一台機器 我們只是放在那邊 我們不想去動它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用另外一台來管理它 你就可以幫它裝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就不用兩台機器 開來開去也可以 好 這邊呢 我們來Servor 04 我們先不動它 先把它按一下取消 我們來透過Servor 03 這一台來幫Servor 04 這一台來幫它安裝 所以我們先來裝什麼 Servor 04 我們這一台呢 我們先取消 來按管理 新增角色以及功能 好 然後呢 下一步 下一步 好 這時候你不要選3 你要選4 4我現在是不是沒有動 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一下 它有沒有幫它裝 好 選擇4之後呢 按下下一步 先幫4這一台來裝 它就回去 你可以看到這裡 有一個目的伺服器 是不是改成了 201904這一台 它在幫4這一台機器裝 好 這樣表解也是吧 好 那當然 你看一下這邊 我們要裝的是功能裡面 好 下一步 所以這裡不用動 按功能 裡面呢 往最底下移動 有一個叫網路負載平衡 好 這邊呢 我們要打個勾 它是還有一些工具要安裝 所以你要按一下新增功能 好 這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它幫的是0四這一台 好 我們就按下下一步 好 按一下安裝 好 當然這時候呢 醫藥也要重開機啦 但是我們現在先不用 後面再來重開機 我們來打個勾看看 好 按一下下一步 安裝 你一個功能 假設裝好 要建議各位 它如果沒有幫你重開機 你也建議各位自己把它重開機 知道嗎 好 這邊呢 它現在幫忙的是0四這一台在安裝 看到這裡有沒有 所以它在幫這台安裝 這個功能讓各位呢 在這一個階段的時候 可以剛好可以試得到 好 我們先讓它跑完 跑完呢 我再繼續把它錄影起來 好 這邊你可以看一下 它顯示安裝成功 對 好 安裝成功呢 你可以先看我這邊 好 你在跑章中就可以先看我這邊 來 看一下0四這一台 我剛剛沒有去裝它 你看一下 工具 底下是不是多了一個 網路負責平衡管理員 你看一下03這一台 工具 裡面沒有網路負責平衡管理員 有沒有 我們裝的是什麼 0四 所以說我在03就可以幫0四裝 這樣都會是吧 好 那這邊呢 是讓各位知道一下 這樣的一個安裝的方式 好 這邊裝完了呢 好 我們呢 網路負責平衡呢 你必須兩台要使用的話呢 除了剛剛的RS設定以外 設定好之後 兩台機器都要裝 網路負責平衡管理員 它的功能都要把它裝下 好 這台呢 我們已經幫0四裝好了 我們在03這一台 再來幫自己裝完一次 好 按一下新增小設計功能 下一步 下一步 選擇03這一台 一樣 按下一步 好 一樣來按到功能 下一步功能這邊 把捲軸你拉到這裡一下 這裡呢 來看一下這裡中間的部分 有一個網路負載平衡 按這裡把它打個勾 對不對 還有新增功能 它你可以看到 它網路負載平衡 它會幫你 遠端伺服器管理工具 是也幫你打勾 會幫你勾 有沒有 會幫你裝另外一個 這一個工具有沒有看到 對不對 所以必須要裝 所以必須要裝 好 你勾了這個 它只能幫你勾這個 就是你剛剛有新增工具 好 按下下一步 好 一樣來打個勾 看看會不會從開機 按一下安裝 好 我們現在裝的是 SERV03 201903這一台 所以我們現在是在幫自己裝 剛剛是在幫別人裝 對不對 好 一樣這個地方 我們在裝當中 我就先暫停一下 這樣已經安裝成功 它本機比較快 因為它本機的檔案在自己身上 網路的部分 通過網路去連線它 所以比較慢一點 裝完之後呢 只要按一下關閉 我們現在還沒有開始要設定 我們只是檢查一下 工具 是不是也有一個網路負責 並不關於 好 基本上 我們有提過 不管你裝了什麼樣的服務 建議是 設定完或者裝好的時候 重開機 那 因為這個是有經驗過 好 那你不知道當然就是 這現在開始 等一下再開始 所以現在是怎樣 是 設定完這個網路負貸平衡管理 你如果設定完再來重開機 就OK了 不用說裝完再重開機 這樣各位是吧 基本上 你現在是不是沒有重開機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沒有重開機的情況之下 我們來啟動網路負貸平衡管理 它是開啟這個畫面的 設定完之後 兩台機器都要重開機 那我們在設定的時候 我們不用去選擇兩台 通通要點這一個管理員 不用 你只要在其中一台去安裝就可以 所以你只要在 像你在社會03開啟這個負貸平衡管理員 我用這一台來安裝 就可以把另外一台加進來 你就不用兩台都開啟管理員的工具 這個部分特別跟各位講 那兩台都可以去管理 沒有問題知道吧 好 我們先停在這邊 等各位把這個視窗把它開起來 引到網路負貸平衡管理員 等一下我們開始介紹 如何去設定兩台機器 好 我們現在開始來設定一下 我們的網路負貸平衡管理員 這個功能 那我們只要在一台機器 打開網路負貸平衡管理員 好 打開之後呢 第一個你可以看到網路負貸平衡重擊 重疑就是要把一些樹全部合在一起 就是等於一個森林 所以我們要去某個地方 這裡面有十棵樹 就是屬於這一個區域裡面 這個樹蟲 如果以樹蟲蟲來講的話 有很多的樹葉 樹枝你把它合在一起 這一蟲就是代表 好 那我們要去代表它呢 就是兩台機器要代表 要合成一個名稱出來 就是192.168.88.200 好 那我們給它一個IP囉 然後按右鍵 第一個我們要去連線 你有沒有現有的 沒有 所以你要的是新增 知道嗎 所以呢 平衡 網路負貸平衡要先有一個重疾 好 所以你要有重疾之前 它會先問你 有哪幾台機器要加進來 好 那這邊呢有一個特別 因為現在2019 2016的時候有一個錯誤 那2019沒用過 所以我現在會測試一下 那個錯誤有沒有改善 好 那我們呢 主機就是說你要把哪些成員加進來 那我們是不是首先第一個 是192.168.88.100 100是不是自己 好 我們按一下連線 是不是可以出現 各位先不要按太快 你看齁 好 出現的 是不是自己本身這台機器的 網路卡 沒有錯 那它有一個確定 之前 點了空白 再點一次進來 哇 下一步不見了 所以說呢 它到2019還是沒有改善這個錯誤 所以說你看我有沒有在做 我又有在做齁 所以說它的 所以你再點的時候 你再搜尋好了 就馬上去下一步 你知道嗎 不要再點別的齁 這樣知道 好 那我先把它取消掉 我再重做一點 那因為我剛剛為什麼用自己本機 因為本機連比較快 你剛剛連到的是第二台有沒有 是比較慢 你又再重做一遍 所以呢這個地方 我們來 192.168.88.100 好 按下連線 是不是連到自己都不要點別的齁 然後直接按下一步 這樣知道還是吧 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好 我們呢 它的優先順序數字 設定的1 對不對 它可以做到幾台 做到32台 當然它不是無限制 知道吧 所以它可以讓你做 從網路負債平衡 翻32台來做 你要做到32台很大 知道吧 好 這台IP 遮罩 設好了之後 名稱沒有問題了 好 好 這裡有一個打勾 不要去勾它 就是說在電腦重新啟動之後 保持暫停 就是說不啟動 對不對 那我們預設的狀態是把它 自動啟動起來 因為你的機器真的要啟動 對不對 好 按下下一步 好 這裡呢 有沒有看到它要新增 我們的一個重擊的IP 那我們就要給它一個IP 好 那我們來設一下 192.168.88.200 我是有給各位 好 255.255.250 如果你今天走的是IPv6 你叫做IPv6去設定 好 那我們現在走的是IPv4的方式 好 這邊呢 OK了之後 所以以後要連到這兩台機器 除非你單獨要連 就是個別連IP 知道吧 如果這兩台機器 你要透過網路負債裡面 你要給人家的IP 這個200就要設在我們的DMS裡面 它會連到200的時候呢 會分配給100或101 讓它去自動分配 好 按一下確定 好 這時候按下下一步 好 這裡呢 就是它的200的統計的IP 這裡呢 如果 應該是說2016是這個說明 所以2019它也沒有做什麼變化 應該啦 好 所以這裡我沒有再去查2019的 那2016呢 它提供說明說 你今天如果這個負債媒體 放在的是我們的虛擬機的話 你就只能提供多點傳送 所以你要選擇這一個 如果 因為我們這台機器是不是虛擬機 所以虛擬機在安裝網路負債媒體 就一定要只能選擇多點傳送 好 如果你這台機器放在實體機 就可以選擇單點多點 知道意思嗎 所以這裡你沒有其他選項 你如果這當然可以選 但是你要選擇多點傳送 好 按一下下一步 好 這個是它的一些IP的一些設定 你就可以用它按一下完成 好 這台機器 這重擊是不是就成功了 那等它這台機器 另外一個IP 19的電腦還沒有加進來 你可以看到它是不是正在LOG當中 還沒有加進來 等它加進來呢 當然你現在不等也可以 你可以再去新增第二排 好 現在是不是已經交集了 表示呢 我把1903這台機加進來 100這個IP加進來 然後我們現在是不是要把101這台加進來 好 這時候你就不是在重擊這邊 你要在這個重擊的IP 按右鍵 是不是新增主機到重擊 因為已經有重擊了 剛剛是因為沒重擊 所以說呢 要新增主機再把重擊加進去 那現在你已經有重擊了 所以我們新增主機要重擊 好 這時候呢一樣 就192.168.88.101 好 按一下連線 這裡要稍微等候一下 因為它要去連這一排 好 所以這個時候呢 連滿了 請直接按下一步 不要去點別的地方 不然你要再重點一遍 你知道嗎 這時間還蠻長的 稍微等候一下 它沒有當機 你就是要有難心 好 這個地方我先暫停一下 好 它找到了位置之後呢 這個地方 千千 記得喔 不要去亂點喔 移到這個地方來 知道 下一步 知道意思嗎 你千千是不是會在空白的地方點一下 點了之後就要再重一遍 好 這邊順境2 對不對 第二來 把右鍵順境2 好 一起動 按下一步 好 好 一樣按完成 它就把第二台加進來 好 基本上 這樣子你就設定好 知道嗎 這樣就好了 沒有什麼事做了 好 這樣呢 你就可以呢 安心的去睡覺 但是 就不知道那個問題 來 我們開啟 我們的 我剛剛沒有重開機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就開啟我們的流氧器 好 我們要連呢 這兩台當然沒有問題 我們的網址這個呢 先不要連 我們再開第三台 第三個網頁 我們要連到的是 192.168.88.200 你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出現503 對啊 這位連都是503 好 我們現在呢 這時候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再連到第一台 我們就會發現 你就會發現一些錯誤啊 是不是 我收入有問題 打到100 503 因為它全部壞掉 對不對 這時候呢 它其實沒有問題 因為這兩台裝好了之後 要做什麼 重開機 知道吧 但是我要先等我把這兩個 第二台有沒有 先交集進來再說 這樣瞭解吧 這一個先把它交集進來 好 如果你的電腦都已交集的話呢 請同學就可以把12203 跟12204 重開機 等一下再到WINS這邊來測試看看 好 這個已交集了 表達到這台 當然 你要稍微等候一下 第二台連到別一台的時候 要稍微等候一下 所以呢 好 以交集之後呢 當然我們再來測一下 已交集了 表示都沒有動作啊 都沒有錯誤啊 我們再來去你看 測試一下200 重新整理 一樣是看到503 這邊呢 一樣是503 那我們來再開到101來看看 開到101來看看 再開一個 好101 好 一樣都出現503 好 這時候呢 你會在這裡測很久 你會在這裡測很久 就會去RS 重新啟動啊 再做什麼一點有的沒有 該做都做了 你只要做這個動作 按右鍵 重新啟動 好 另外一台 社會0次按右鍵 重新啟動 好 這樣子之後呢 這兩台機器重新啟動之後呢 你等一下用肯耐端去連線看看 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心情的條件就是 你剛剛前面的動作是要完成 知道嗎 你的IS本身功能是正常的 知道意思嗎 你不要你IS不正常 你又說這裡 前面沒有問題 後面當然更不用講了 好 這樣之後呢 我們再重新來測試一下 這個200 來 按一下ENTER 重新整理一下 是不是可以找到這個答案 好 100 101 好 好 網易就正常 好 這樣正常之後呢 我還要再做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 我們在我們的DMS Server 我們要新增一個IP 一筆記錄 新增一個 嗯 主機記錄 好 給他一個 WWW 對不對 那他的IP就是 192.168 168.88.200 我們剛剛是把200讓成重景 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以200 他會去分配到哪一台去 好 按一下新增主機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好 所以說呢 你離開了之後呢 到我們的CLIMATE端這一台 我現在呢 開到的是 88.com TW 對不對 好 按著 重新整理 好 他要去重新抓 欸 沒有抓到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是我們上次的DMS還留著 所以我們要把什麼 我們的DMS呢 把它清空 要知道嗎 好 要把它清空掉 好 清空掉之後呢 那我重新再來聯繫 欸 來 有了齁 稍微等候一下 好 他在DMS再解析 好 OK 那我們再確定一下呢 是不是檔案 是不是真的是抓這一個 我來 我把像2221再改一下 33333-33333 存檔 這邊呢 再重新整理一下 是不是就出現了 對不對 好 那請問 我到底聯在哪一台 對不對 這一個 88 我現在聯到哪一台 不知道 怎麼辦 這台Win10之一 我們是不是有加入網域 對不對 那當然 我們有一個最簡單的做法 做法是什麼呢 03 關機 關機 好 我把它關機喔 真的關機 好 這邊呢 我按一下重新整理 如果今天他剛連到的是03 他要去抓04 就會比較慢 這一次做到了 對不對 好 我來 4444 存檔 這樣你就可以確定說 你這台機是ok的 對不對 好 再來呢 我們現在呢 好 剛剛是不是已經關機起來了 我們現在呢 再把這台開機 好 等這台開機起來之後呢 我們再把這台04 這台關機 這個呢 除了說負載平衡以外 它是不是也是一個備頓的功能 啊 這個一個備頓的功能 對不對 備頓機的一個概念 好 我現在來登錄一下 好 我一樣呢 這一台呢 一樣是連到這個網址對不對 一樣重新整理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呢 把凝視這一台關機 但是呢 我現在關機對不對 好 我把它關機起來 真的關喔 不要用儲存什麼的 關機起來了 好 那這邊呢 我把它改一下 位置 對不對 改一下位置 好 改一下喔 好 好 存起來 是不是網頁內容變了 對不對 來 我再來看一下這邊呢 我再去重新整理 它一樣連到 有沒有 對不對 是不是連到這個位置 一樣連到200這個ID 因為你就網址是連到ID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改成新的位置 它是不是就連到這一台 好 那我現在呢 再把 這台凝視再把它開機起來 好 你這樣呢 反覆的這樣的操作 你就可以看到呢 我們這兩台機器 是不是它會跑來跑去 對不對 這樣你可以驗證一下說你的機器是正常的 它可以正常運作 因為你是連到200 透過200的這個網路 負載平等呢 幫你連線 有沒有 要再一次吧 幫你去轉換 好 那 我們來看一下 對不對 再來看一下 好 好你們有看到這個200它是不是連到200是連到我們的重計知道吧 重計也是一台電腦 懂意思吧它是兩台電腦合在一起 那這邊呢我們再來看一下這裡有一個設定呢 我打開總管 好我們呢 再來測試一個東西我們現在找一台新的 新的呢就是我們AD102是不是在對不對 好我來登錄一下喔 好我等一些的是不是用網易的賞到登錄 對不對 是用網易的賞到登錄 那這台是不是沒有去連這兩台 我現在呢你可以看一下我現在用檔案總管 對不對 你沒有AD能夠用AD01也可以 好我現在來這裡我現在連到哪邊 我們是一個網路 網路連線是192.168.88.200 我們C槽可以直接去連線 客機使用因為你是管理者 他可以管理到全部 所以呢C 前字號 按個END 請問一下 這個C 200的C是誰的C 不知道 知道意思吧 所以說你看我在這裡呢 在他桌面上見的資料夾 1 好 這個C 這個C 是誰的C 他透過網路負債屏幕會幫你們 丟到哪邊 看這台是不是 C裡面有沒有 檔案 有沒有這條假 有 就是 他這台機是不是零到C 幫我分辨到 03這一台 好我們來看一下04這一台 C裡面沒有 所以沒有騙的 知道吧 好 這邊是讓各位稍微了解一下呢 這樣的一個設定